大家好,我是宝石哥 今天我们又到早市的地坛来逛逛 这边其实还是有满足明星的青花瓷片 各种的标本 这里还是有不少的 然后但是每次逛的时候 这里面可以敲的东西却不多 因为没有什么太喜欢太看重 看这边这个瓷片 这里有一个这个好像还不错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福寿的福寿 然后中间一个双圈 开窗里面画着一只小鹿 福鹿 那么这种在文字里面画图案的这种文字 你们知道在什么时期吗 首先告诉大家是一个明代的 第一款是一个方框的这么一个福寿款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的器物吗 有知道的 待会你们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表达你们自己的观点 这种东西其实非常典型 我们看来非常典型的一个时代器物 然后老板说是成化时期的 这个可不是成化时期的 这个不是成化的 你知道什么时期的吧 因为因为他们主要是高 他们主要是高谷瑶指 可能他们懂得多一些 像明清他们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入 了解的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瓷片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鲁虎 老虎一个鲁虎的一个标本 外面有老虎里面有老虎 然后这里有几个是这种花鸟图 这里面其实大多都是明中期或空白期的 这个海螺明中期的 主要是明代的驰片为主 也有一些高谷的这种 这个炉子啊 这个炉子也挺漂亮的 一个宋元时期的一个清幼炉刻画的 一个标本 在大家没有能力去把控整齐 或遇到整齐好物件的时候 先从一些好的标本开始也是一个选择啊 这个标本你们知道是什么时期的吗 给你们卖个关子啊 最后我在留言评论里面给你们回复打出来 这个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啊 能有个纸吧 那个拿个纸给我包一下 现在好的标本也是万里挑一 难找的啊 不容易 能遇到一件咱们就把它录一件来玩 对我们下来 拜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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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